好,各位球友大家好,那这一盘棋是古力对战深圳旭在几年前下的一场比赛 这一盘棋古力直黑,深圳旭直白 那么古力也是力量特别大,我们来看看这一场激烈的碰撞到底如何 开局呢,古力走了一个中国流 白棋小飞挂,黑棋跳,点三三 但是走到这一步的时候,黑棋选择脱线了 我们按照普通的走法来看,这个一定是挡在这 打完之后,比如说黑棋再挂脚,继续扩张这个模样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中国流的一种走法 那么实战他脱线,主要是想保留这边的味道 以后看周围的配置,说不定就不从这挡 我从下方挡下来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不沾,这个把它给爬掉 好,那实战,黑棋点三三 白棋往这一飞,黑棋拖 白棋扳下去,看似走成了一个米刀 但是呢,黑棋是断在外边 那么这个形状就还原成 就相当于啊,白棋飞的时候,黑棋顶完之后再断 这个定型差不多 好,我们来看实战 白棋长,黑棋二路搬粘,这个是必须的手法 白棋再往这一虎,黑棋这个时候是飞在外面 这个棋如果你沾的话,那么就亏大了 被白棋在外面捕这么一手啊 那黑棋全部被包在里面,这个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说是飞在外面 那么白棋实战是走着打 当然了,也有这种直接打车的手法 这个跟真子其实关系不大 白棋就算真子不利啊 他也可以这么下 因为打完之后呢,他就把上方给吃掉 黑棋往这先手扳一个二字头 白棋补掉这个双打车 黑棋上方再一断打 再一打 那么白棋这个地方也不可能提了 就直接出头 黑棋提掉,活一个脚 白棋贴出来 那么黑棋上方这两颗子就看轻了 因为你也没办法跑 打吃 那么白棋如果打呢 这个棋还不太肯 被黑棋这么拍一下 再往这个旁边去欺负你 这个底下这一块 那不是很好 所以说白棋跳一个 这个这两个子啊 双方都看得比较轻 黑棋马上挖毡 把这个子给救出来 白棋再一瞻 黑棋再往外一跳 白棋再把旁边跳出头 其实这种形状还是一个定势 但是在这个场合呢 白棋还是可以满意的 刚好跟右边的这一些子力配合 把上方的这个空给牢牢的围住 而且黑棋中央多了一块这个孤棋之后 对于以后这个中国流的发展 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因为会让白棋越走越厚 好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他走的是二路打 那么黑棋从这一断 那么这个棋下一手白棋没有沾啊 直接打吃 这个棋就会产生一个分支了 黑棋呢可以像实战一样选择长出来 也可以单提单提就比较简单一点 白棋提 虽然看上去好像黑棋亏了 是吧被白棋外面提的这么厚 刚才这颗夹鸡的子 也成为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但是我们配合这个全局来看 黑棋在右上角的这个保留恰到好处 因为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搬下来 爬白棋飞 黑棋再飞过来 刚好限制住了白棋左边这个后势的这个威力 并且呢白棋这还欠了一手冲断 所以说黑棋这么简明的定型也可以 好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鼓励还是选择跑出来 那么白棋沾 黑棋往这一打 白棋提掉 黑棋下一手断打 沾上 这个都是必须手 黑棋脚上一打吃 白棋在补齐之前 先把外面来一个断打 再选择跳出 黑棋提掉 因为你这个不提的话 被白棋先手往这一拔 你这个棋再去做活就亏了 被白棋先手便宜 相当于一个逆收 吃掉之后呢 白棋再往外尝 黑棋往中央一小间 那么双方也是各自处理好 这个所有的棋块 下一手 白棋往中间点了一个 这个也是点到 这个黑棋的腰眼上面 那黑棋没办法 你只有继续补齐 白棋往上一贴 黑棋吃掉 白棋再一沾 那这个地方 白棋走的也是特别的厚 黑棋还得花一手棋去出头 白棋再往上方一拆 那这个上边的战斗 暂时高一段落 总的来说 也是大致旗鼓相当的一个局面 黑棋呢 多了一个这个跳的子之后 隐隐约约 还是跟这个中国流配合 扩张模样 白棋上方已经围住 那么左边虽然说 这个棋围到了六路 但是这个味道也是特别的不好 以后黑棋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借用 这盘棋还很漫长 我们继续看 下方挂脚 白棋小飞手 那么鼓励直接就来了 往这个点去 点了一个 要白棋补棋 那么这个地方 白棋也别无选择 你不补的话 黑棋马上这个子一跑出 叫出大师了 所以说白棋实在是拐了一手 那么这个棋 可能有的棋友觉得比较缓 是吧 这个拐有点委屈 有这种坚顶的心情 其实这个拐跟坚差不多 黑棋的这个方向 不可能是往下去破空 这个空已经价值不大了 他永远是想把你给封在里面 如果你要白棋继续跟着硬 黑棋就跟着你这么 长几手 再把下方这个跳 一围住 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上 三分之一个棋盘 都在黑棋的控制范围之内 这个有点恐怖了 所以说深圳旭还是简单 往这一拐 这个更厚一点 黑棋一大跳 这一手棋特别的飘逸 还是把这个模样给撑起来 那么下一手 深圳旭选择在右下角掉了一个 这个也是 趁黑棋没围住之前 看看你是要脚还是要边 顺带打入你的模样 那么这个时候 AI给的提示非常有意思 居然还有闲情雅致去 右上方 把这个脚给补了 那么确实这个难度就有点大了 人类肯定就是 看更宏观的地方 对吧 你这个小地方虽然说捞了不少 但是让黑棋的这个大模样 再先手为一手的话 这个白棋从心理上来讲 也是比较畏惧的 所以说他现在右下角动手 那么实战鼓励走的是三路的拖 当然这个棋你说就简单的飞起来 围四路的空 也可以 这个棋黑棋只要能把这个空 围住一半 局面就非常不错了 白棋如果往边上去拆 你就简单的打入 这个地方黑棋的子力多 总共来说战斗肯定是有利的 下一手 鼓励选择单拖 这个就是比较务实的走法 先让你白棋 嚣张一会儿 我先把这个边边角角 全部围牢 白棋看似走得非常的飘逸 几步棋就把你这个大空 给他打散掉了 但是呢 黑棋全部走在有木的地方 这个棋黑棋也不担心 下一手 白棋坚定 黑棋就长 好 白棋把这儿给飞起来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你不下的话 被黑棋往这儿一飞 这个棋跟中央的这几颗飘起来的子 刚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而且飞到这儿 对于白棋脚上的这个棋 也有一定的影响 有这个点33 好 下一手白棋飞 黑棋从底下 靠完之后再顶一手 那么鼓励就开始发力了 当然这个手法也不固定 他实战走的是这个顶 你说你往下长也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呢 白棋两边都有断 他不可能这么简单笨重的去补 那么黑棋还有斑 对吧 你走这儿呢 那黑棋也是直接断 白棋会采用一种轻处理的方法 比方说先往上大跳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简单打一打 压一压 这个局部就可以脱先了 比方说七压你这个 黑棋上方这一块 瞄着你这个大跳的断点 也可以 好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选择顶了再断 这个也是最直接的办法 白棋往前一尝 那么黑棋下一手棋 是在二路一跳 这个也是黑棋的棋行 那有的棋友会觉得 这样被白棋往这儿一吃 这个黑棋不是 就抓不住了吗 对吧 这个棋为什么不能直接压头呢 主要是你压的话 这个白棋往前一尝 你是没办法继续压的 因为这个棋 你如果再压的话 白棋往下一冲 你挡不住 白棋这儿一冲 一尝 再一打 这个直接把你给扭死了 如果你这个时候 被白棋冲的时候 再往这儿跳 方 白棋往下一冲 仍然是先手 对吧 你这个地方 你首先不能跳回家 跳的话 被白棋往这儿一打一吃 直接死 你还得顶住 这个吃的本身就比较小 而且白棋以后一搬 这种地方还是先手 你不走的话 还有这种搬出头 所以说这样黑棋吃的 非常的重复 所以说他实战 选择单跳 白棋往这儿一打 那么好在呢 黑棋现在 还是属于一个 真子有力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马上选择动出 那么接下来 白棋 恰好这儿有一个引真的棋 这个棋 黑棋就不能跟着硬了 跟着硬 直接把你扭死 那么鼓励选择拐出 白棋往这儿一牵 那么这几个棋 形成了一个交换 白棋把旁边这颗子 搁下来还是非常大的 有至少20木棋的价值 但是黑棋呢 抢到一个先手 把白棋的这个大龙 头一拍 不仅破坏了白棋的这个出头 而且对他的眼位 也造成了一些冲击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 其实也变得比较简单了 就是这个空啊 白棋肯定是好一点的 那么就看这条大龙 白棋在中央到底 能不能折腾出来一块东西 对吧 或者说你能原地活棋 那么这个棋 白棋是非常好下的一个局面 好 那我们下节视频 就给大家带来 看看鼓励 到底能不能在这儿 屠龙成功 其友们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稍后再见 拜拜 好 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古力 对战深圳旭的这场屠龙大决战 现在深圳旭把这个棋啊 往中间来了一个大跳 想要扩大眼位 古力呢 往中间一点 那么下一手棋 白棋就不太适合 跟着黑棋的步调 一直硬 因为这样走的话呢 黑棋就通过这种小尖啊 把你中央的眼位越缩越小 白棋想全活 反而不太可能 所以说这个时候 深圳旭走了一首这个跳啊 也是命中了AI的一群 这个棋呢 主要是想把这个尾巴给弃掉 实战 黑棋往这儿一吃 白棋上方压一个再一飞 就来了一个金蝉脱鞘 那么这个棋 黑棋自身的联络也有问题 所以说鼓励 还是往回爬了一个 那么白棋 由于这个回家的路非常的近啊 其实现在你想回家 随便走一走 对吧 又能回去 又能在中央这么搭眼 这个棋想活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说 深圳旭胆子也变得大了起来啊 先把右上方这个脚 给捞了一票 那么鼓励呢 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忍啊 要把这个缺口给封住 但是你简单的这么封啊 首先这个 还是有很多借用 白棋就往中间这么飘一飘 你很难杀 所以说黑棋最好是能先手锋 那么实在就有碰了这一招 这一手碰 如果说白棋往这儿挡一步啊 你在这儿搬一步啊 他跟着硬 那么黑棋的目的达到了 可能直接过来点眼 实在呢 白棋选择反击 鼓励直接断上去啊 那么接下来白棋其实也不 不是很好下啊 他实在走的是这个打 如果说你强硬一点呢 比如说你把头往前长 对吧 还能离自己的大龙近一些 但是上方被黑棋这么一打之后 再一贴啊 你始终得花一手棋 去把这个上方的白棋连回 然后黑棋再来一户 还是能把你切断 并且你这儿还得再补一手 所以说 这种长不太好 如果往旁边长呢 那么黑棋就往中间飘一个 先把你切断 切断完之后 上方一打 再一尝 你还得花手棋去补 那么白棋 中央这条龙的眼位 就被缩小了很多 因为被黑棋先动手点了一个 所以说 深圳区啊 他没有把这个棋 靠近大龙 反而会影响 所以说 干脆就往这儿吃 虽然说 也是被黑棋封住呢 但是 这个白棋的活动空间 并没有受到影响 下一手 黑棋继续尖 加强这个封锁 白棋往上尖 黑棋往中央 缩小眼位 那么白棋上一手 这个尖的目的呢 也是瞄着黑棋上方 这个保卫 以后可能做活的时候有用 下一手 白棋继续往这尖 大眼 黑棋往里面尖刺 那么这个棋 其实我们要注意啊 你先不要往右边去冲 因为这个冲的话 很有可能冲不到 因为你冲的话 白棋挡你在尖 那肯定是黑棋占便宜 对吧 但是白棋有可能直接脱先 你再往前冲 白棋就往中间 这么走一走 你这个棋 想把它完全抓住 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黑棋自身 也是有些缺陷 这个需要注意啊 次序一定不能搞错 先往这尖眼 白棋 继续往外冲 那么黑棋 顾忌重施 因为左边还有一个缺口 所以说 鼓励又用了一手碰 这个碰呢 白棋不可能去挺头的 因为被黑棋穿下去 先不管这个大龙 能不能回家 你这个左边的大控 就被黑棋全部破光了 白棋肯定得不偿失 所以说他挡一步 是毋庸置疑的 黑棋继续往前封锁 好 这个时候 深圳续把底下的这些残子 全部拽出 因为这些子 不是贪图木树的问题 而是他连回家的时候 是带着眼卫的 所以说 这个非常的科学 走的 下一手 黑棋继续刺眼 白棋就没命的往前冲 鼓励 下一手继续封锁 那么这一手棋 其实不是绝对的先手 白棋现在完全可以脱先 比方说 在中间这么搭搭眼 黑棋 左边无非就这么打一下 首先他也不敢藏进去 藏进去被白棋一断 这个底下黑棋 不太好活 他沾了白棋就搬住 往里面搬 我就断 似乎也没有棋 最多是被这个黑棋 冲击一下木树 这个时候 木树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把这个大龙给活掉 那么深圳旭也是非常给面子 黑棋往这封了一手 白棋就跟着挤了一手 然后黑棋打持 白棋沾上 黑棋继续在天原封锁 好 那么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我们来看看深圳旭能不能活 先往这一沾 那么这个沾呢 明显在往上一冲就有一只眼 但是黑棋也不能沾 沾的话呢 被白棋往这一断 你这个黑棋有危险 你从这打完之后 再冲白棋往左边再一冲 你会发现 黑棋的这个棋形 已经完全碎掉 所以说不能这么下 这个眼是要给白棋的 往上奔一手 奔完之后呢 深圳旭还要再断一下 要求黑棋看怎么补 你要从这补以后 可能像这种棋 就反正非常头疼 黑棋拐打 白棋往上一挤 继续把这个眼位做出来 那么黑棋把下方一双 先破一只眼 白棋 这个只能往上面寻求突破 冲了一个 黑棋顶住 那么这个棋 不能扳头 请我们要注意 如果扳头的话 被白棋先手这么一切断 不管是往这尖也好 还是搭下去也好 黑棋整个右上角 也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你这个四处露着风 也没有这个眼位 所以说不能这么下 顶一个不断 那么白棋往这一长 先手 再往前 长 黑棋挡住 白棋把这个一吃 那么现在明显白棋 已经有一只眼 再走一下 后手两只眼 所以说黑棋必须要跟着冲 破眼再冲 好 下一手 伸伸去往底下去尖 那么就看这个底下的情况了 黑棋继续尖 白棋再冲 那么这个棋呢 实在鼓励是往 这个二路去搬了一下 这个棋 确实让白棋 单纯的在底下作业 是做不出来的 但是呢 你如果不走的话 白棋是有这么一挤 挤的话呢 黑棋得补断 然后白棋这儿有一虎 你得沾 白棋往这儿一断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黑棋就不行了 因为你右上角 首先不活 第二点 这个地方中央 被白棋往这儿一冲一断 这个棋精也要死 所以说黑棋的这手斑 不是为了破眼 而是为了给自己的右上角 留下来一条回家的路 好 下一手白棋继续冲 再断 这个时候 伸伸去似乎显得特别的清醒 这一断之后呢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黑棋必须要在这儿去补一手 必须虎一个 如果你不走的话 被白棋往这儿一挤 你还是得补断 这边再虎 那就还原成刚才的变化图了 黑棋的棋精就死掉了 所以说黑棋得原地唬一手 伸伸去继续往中间冲 再冲 那么下到这一手时候呢 鼓励就认输了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 这个黑棋中间的大龙 突然也不活了 假如说继续下下去的话 你挡住 白棋往这儿一冲 先手 对吧 因为马上这个地方有断打 你得顶住 白棋继续往里面拱 又是先手 还有断打 你得挡住 这儿先手一吃 破一只眼 然后往上一拐 这个拐 同样黑棋也得补 双打吃 白棋往这儿一横 黑棋往下一冲 一沾 白棋再一沾 那么就形成了两块大龙的杀气 那么这个气呢 其实黑棋是差很多口的 我们来继续看 如果你提掉的话 白棋就往前一冲 你再冲 他再连 你从这儿恰一步 白棋站上 你再往里面破眼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弯三 黑棋得点眼 白棋站上 成气 黑棋再收气 白棋就收外气就可以了 这儿 挤这儿最好 挤这儿 然后继续收 黑棋全是假眼 黑棋再收 这边随便一打 对吧 这个地方已经不用再摆了 这个黑棋气差的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说这一盘棋 可以说 古力布下了一个好局 把这个模样扩得很大 但是呢 深圳旭 可以说从打入那一刻开始 他的思路就特别的清晰 一开始想要弃子 弃到最后 又把这些残子全部拽回 搭眼 虽然说古力也瞎了非常多的妙手 比如说上方的这个碰 左边的碰 都想先手把白棋封住 但是在这个 确实不能怪这个手法 只能说 想图这条大龙 确实难度非常高 因为黑棋本身这个 模样啊 就比较空旷 而且自身的这个棋也比较薄 可以说是深续啊 完美发挥的一盘棋 好 希望球门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